它可以迅雷之士杀入鸟群 又可以灵活杀住速度 然后在一个旱地拔葱 腾空而起 一记左勾拳 把飞鸟拍打到地面 林波威不仅跟着施展开来 最后一个怀中暴雨 结束战斗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它就是动若拖兔 静如厨子的宁猫 老话说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但对于这个草原独行侠捕鸟来说 最大的伤害就是损失一些体力 作为猫科动物 它梳着双马尾外加烟熏装 是温柔与凶悍并存 在非洲草原 它傲娇的双马尾 是草原上最亮的仔 它可以一条二 从黑被狐狼大地嘴下抢食 而狐狼只能信心而去 它可以草丛中一个回首 从草丛中把一只野兔给拽出来 然后昂首挺胸地叼着猎物 找个安静地方开吃 也可以一个剑步如飞去袭击小油猪 如果出手够快 甚至能吃上一口猪肉 但一般情况下都会被母油猪拱走 在古埃及 它的地位也是非常尊崇 它甚至被人们看作是法老陵墓的守护神 在草原中 它是一个典型的草原机会主义者 偷袭 埋伏是日常的操作 作为食肉动物 排在它食谱第一位的竟然是鸟类 宁猫所到之处鸟飞绝 它捕鸟的时候 可以直立跳跃近三米高 那么它为什么不会摔一个狗肯尼呢 还有它耳朵上的天线 是不是只是一个摆设呢 当众神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渐渐苏醒 第一缕晨光射穿斑驳的草丛 非洲草原迎来的崭新的一天 如果把非洲草原比喻成一个少年 那南部的柔和和北部粗犷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 一半阳光一半忧郁的少年 而这个比喻同样适合宁猫 平时安静地行走在草原与山地 鼓猎的时候 则是精神焕发 贴地趴平 来隐藏自己 还有它像顺风耳一样的耳朵 灵活的耳朵由20条不同的肌肉来控制 并且这两只耳朵可以相互独立移动 所以人们戏说 宁猫是宁猫 宁猫的耳朵是耳朵 并且耳道比较长 对声音极其敏感 而它的耳朵上像天线一样的簇毛 能帮助它感受周围的风吹草动 从而来感知猎物的方位以及距离 作为食肉动物 它是相当的挑食 如果捕获到镊齿动物 它会先清理掉皮毛和内脏再吃 是相当的讲究 也许正是因为它吃得好 它的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长 野生的寿命达到平均12年 人要饲养则平均17年 但它对飞鸟却是爱的深沉 吃鸟的时候则是狼吞虎咽 也不管羽毛和内脏了 如果运气好 晚上还能吃到珍珠鸡 但机动部队如何对抗空军 当飞鸟在低空飞行时 它会悄悄地靠近 肉掌可以让它无声无息 把攻击距离缩短 不满肌肉 而且强有力的四肢像弹簧一样 收缩肌肉 然后像一个蓄满能量子弹 把自己瞬间弹射出去 最高能跳到三米多高 在空中一个漂亮的左右勾拳 外加一个怀中揽跃 完成空中的猎鸟行动 运气好 还能一箭双雕 在落地之前 还能在空中来一个侧空翻 让四体朝向地面 最后是平稳落地 这一气呵成的动作 得益于它灵活地挤住 身姿矫健而又漂亮 即使在动物园中 还不忘记秀一把自己的炫酷绝技 为了培养它的野性 投食的时候 还特意抛向空中 作为猫科大家族的成员之一 和它长得最像的则是舍利 并且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舍利 耳朵上都有一对天线 但仔细看它们的面相 宁猫则是一脸猫像 舍利则是一脸虎像 最明显的是宁猫的耳朵背面 基本上是黑色的 而且体型也没有舍利大 宁猫的体重在20到40斤 而舍利则是有40到60斤 如果说舍利长得像敖拜 那么有着一股柔美的宁猫就是天山同老 但宁猫的皮毛短且粗糙 反而让它躲过皮草市场的交易 而奥拜德的命运则没有它好 在捕猎这一块 它也逊色于舍利 大一些动物 比如羚羊 猫猪 宁猫只能以老妻小 袭杀幼崽 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 它主公布于非洲 西亚 南亚的甘草原和半沙漠地带 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甚至在海拔3000米的高地 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它性格孤僻 喜欢安静 典型的夜猫子 但就是这样一个独来独往的鸟剑丑 它们身体的颜色主要有酒红色 灰色和沙灰色 尤其是酒红色的小家伙 刚出生 一脸憨像 眼睛上方还有黑色的斑点 还没有睁眼的时候就奶兄奶的 十天左右开始睁眼 随着年龄的增大 也就长残了 到了一岁的时候 就要独立闯天下了 小时候的青铜 长大后的白银 但就这样一个性格怪异的家伙 却是相当的好训话 而且很快就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尤其是在西亚地区 而且还常常成为各大电视台的常客 但它们永远兴持神网的家园 始终还是干燥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带